在去年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迎来了一个六岁的孩子 名叫杨胜轩 几位评委应该还有印象 是下盲棋的那个孩子 对 非常厉害的一个小棋手 六岁 今天呢 专门有一个象棋高手 来挑战这个 今年已经七岁的孩子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大家好 我叫杨胜轩 我今年七岁了 来自河南征阳 学起两年了 大家好 我叫徐昕 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河南征阳 我学起一年半了 不要小看徐昕哦 徐昕尽管七岁 才学了一年半象棋 但是已经颇有成就了 我是2018年全国儿童赛 八岁组女子冠军 哇 八岁组 八岁女子组 那杨胜轩 你去年取得了什么成绩啊 2018年全国儿童赛 八岁组男子冠军 哦 一个男子组 一个女子组 哇 今天这男女双料冠军 都在我们现场 那你们俩挑战什么呢 我也要下盲棋 台上有两台棋 你俩要同时下两台盲棋 对 这么小蒙着眼睛下向起 这表示他们除了有推理力 记忆力 还有智慧 逻辑 分析 综合 攻守 配合 我们为了保证挑战的公平 公开与公正 我们专门有请专业裁判 对我们今天的挑战 进行全程监督 有请张卫东 左言 有请两位 左言 中国向起协会国家级裁判 张卫东 中国向起协会国家级裁判 我们有请两位裁判到裁判席 就位 有请两位 敬祝你们的挑战会 让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戴上眼罩 我给大家宣读一下 挑战规则 两位挑战者同时进行两台 盲其对异挑战 挑战的同时 两人必须记住 两台棋局的全部步骤 在棋局结束后 获胜的挑战者 必须准确复原 由评委任意选定的两部盘面 全部准确复原 才算挑战成功 若对异结果出现一胜一负 或者两核的平局状况 则两位挑战者 均可进入复盘阶段 在两位挑战者 两部盘面均复原证据的情况下 用时短折挑战成功 七岁要记这么多的旗袍 而且蒙着眼睛 然后要给他们从记忆里边 恢复找出来 这是非常困难 为公平旗舰 第一台由徐昕指红方先行旗 第二台由杨胜轩指红方先行旗 两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挑战开始 第一台 第一台 红方炮二平五 第一台 黑方炮八平五 第二台 红方炮二平五 第二台 黑方马八进七 第一台 红方炮二平五 第一台 黑方 马八进七 第二台 红方 马二进三 第二台 黑方 鸡九平八 这项挑战的难点在于 两位挑战者在进行盲棋对决时 不仅要应对对手的进攻 还要记住两盘棋的全部部署 最后进行复盘 由于两位选手在两台棋面上 分别要进行进攻和防守 这对于挑战者的记忆力 和逆向推理能力 是极大的考验 两位年仅七岁的挑战者 究竟谁能技高一筹 赢得胜利 挑战成功呢 第一台 黑方 鞠二进三 第二台 红方 鞠七平六 第二台 黑方 前炮六退三 请问 黑方 上一步骑走的是 鞠二 鞠三吗 对 第一台 红方 鞠八进四 小砍炮的那一步骑有点特殊 我的冰种明显比他不好了 开局不久后 杨胜轩由于一步小小的失误 让自己的骑渠暂时处于不利形势 而根据挑战规则 只有在队役中战胜对手 才能进入到后面的副团阶段 暂时不利的棋局 让杨胜轩不得不小心谨慎 应对接下来的每一步骑 面对学心发起的挑战 杨胜轩能赢得胜利 捍卫自己的荣誉吗 第一台 黑方 鞠一进一 第二台 红方 鞠六进一 第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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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六进一 第一台红方冰山军一 目前两盘棋局中 徐欣在第二台棋局告负 他只有赢下第一台棋局 才可以和杨成轩一同进入到复盘阶段 否则他将无缘复盘 直接宣布挑战失败 徐欣还能挑战成功吗 第一台黑方军四平一 第一台 五方 英三平四 哇 第一台黑方任妇 第一台对局结束 红方徐欣胜 第二台我认负的时候 我已经充满自信能赢第一台了 他毕竟没我学盲棋的时间长 我经常练复盘 我两盘盲棋都记得很清楚 我很有把握的 两位小挑战者 以一胜一负的成绩 一同进入到复盘阶段 但是之前长时间的对弈 让他们消耗了大量的脑力 接下来的复盘 他们还能成功吗 两位从理论上来讲 都有挑战成功的可能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两位挑战者 上复原棋盘 并且帮他们摘掉眼罩 请比昌玉评委和孙杨评委 分别在第一台棋的83步 和第二台棋的71步当中 随机选出其中的一步 作为你们复原的目标 孙杨评委请您亮出 你给出的步数是第59步 李昌玉评委给出的是 第二台的第19步 我们把复盘棋盘 已经放在了两位的面前 在他们的右手边 是第一台棋 左手边是第二台棋 第一台棋 我们要求你们 复原到第59步 第二台棋 要复原到第19步 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 明白了 好 接下来两位已经做好了准备 现在开始进行复盘 第一台 第一台 红方 炮二平五 第一台 黑方 炮八平五 第二台 红方 炮二平五 第二台 黑方 马八进七 请问 黑方上一步棋走的是G二G三吗 对 复盘 计时 开始 他们两个已经进行了两盘这个盲起的挑战 所以说无论在精力还是体力还是脑力上面都耗费他们非常大 他们还要把每一步精准的副位又是一场绝对的不可能 随着 你要对 已经可以 大家 锦 你 我 你 我 人 你 好 好 杨胜轩率先复盘完了两个棋局 但是不要着急 正确率是最重要的 徐昕现在还在复盘第二盘 如果两盘都能百分之百准确的话 那才是挑战成功的基础 可以复盘完毕 两位都已经复盘完了他们心目当中 第一台的第59步和第二台的第19步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位分别用的时间 杨胜轩用时1分38秒21 杨胜用时2分06秒41 虽然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志 但是我们刚才一再强调 我们的复盘最终挑战能否成功 主要看的还是正确率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封存复盘的结果 同时我们有请两位挑战者 再次回到舞台中间 来 有请两位 感觉发挥的怎么样 很好 对自己复盘的结果有信心吗 雨昕 好 那么到底复盘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首先开始验证两位挑战者的 第一台第59步的复盘结果 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晓 徐昕和杨胜轩 第一台第59步的第一排棋 中气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排 正确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排 只有一个炮在中间 正确 杨胜轩也在为自己鼓掌 来 看下一排 一个菊和一个兵 等一会儿你看看徐昕是啥 没问题 没问题 正确 再来看下一排 只有一个兵 正确 接下来我们打过楚河汉剑 看看那边的情况 三个足一个狙 正确 哇 两个人到现在没有分出高下 我们来看下一排 只有一个像在正中间 正确 太好了 倒数第二排 中间一个是 正确 最后一排 一个将和一个像 复盘成功 哇 两位第一排第59步 全部复盘成功 没有一点差错 所以两个人直到现在为止 在准确率上 完全是并驾齐驱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第二排第19步 两个人复盘的情况 首先还是看第一排 徐昕和杨胜轩 第一排 正确 哇 下一排 泡马 泡马 正确 两个人都复盘 到目前位置都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排 三个兵 一个泡 兵的位置是否准确 要看看他们两个人 没有问题 正确 再来看下一排 两个兵 分别往前拱了一步 正确 正确 哇 好 接下来我们到 五个汉阶的那一边 去看一看 第一排 应该是只有一个G 正确 看下一排 下一排 五个足 一个G 正确 正确 哇 再来看下一排 两匹马 夹着一个炮 哦 接个炮 哦 徐昕的炮 位置有一些偏移对 很遗憾 根据规则 徐昕的这一步 没能复原成功 持续下了两个小时的王琪 不但要绞尽脑汁战争对手 而且还要记下 两盘棋局全部的部署 这对挑战者的脑力和记忆力 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徐昕在第二台复盘过程中 由于记忆错误 复盘失败 同样 七岁的杨胜轩 能够完成复盘 挑战成功吗 接着往下看 下一行 下一行应该是空的 空空如也了 空空如也 正确 到处第二行 双方都正确 来看最后一排 这难度是很大的 又是一场绝对的不可能 我经常练不排 正确 最后一排 两位都正确 我宣布 杨胜轩挑战成功 祝费你 也谢谢徐昕 你今天表现很棒 其实最后就差这一点点 他学棋的时间短 对 再加上他又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 杨胜轩已经很自如了 对不对 看到今天现场这个阵仗 你一点都不会紧张了 是吧 那相对徐昕就似乎比他更拘谨一些 但是今天你看 无论是之前的这个下棋 还是后面的副盘 我觉得徐昕真的都表现得相当出色了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徐昕小朋友好不好 我有个问题 那棋盘上面为什么叫 楚河汉界 以前刘邦和项羽打了很多年的仗 他们虽然很累 但是也不想认输 然后他们就以鸿沟为界 称奋天下 这是楚河汉界的故事 哇 厉害 孩子的解读太可爱了 这种从古到今 蕴含在这样一个智力游戏当中的 中国传统文化 仍然在感染着 今天的这一代孩子们 让他们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也感谢徐昕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接下来 我和徐昕到场下稍事休息 首先要祝贺杨胜轩 今天又一次挑战成功 你觉得这一年多 你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有 在去年 我在三级骑士组里 拿到了冠军 跳到了一级骑士 而且我来这儿的前几天 我还参加了一个等级赛 就差三分就能升 气鞋大师了 哇 差三分 虽然说有点遗憾 可是我会继续努力的 沈轩你还记得去年你来节目的时候 你挑战成功以后我跟你说的话吗 我记得你说偶像不是用来看的 是用来追赶的 我去年定的目标是达到全国冠军 我已经达到了 哇 而且我还定了一个目标 十二岁之前拿到最年轻的象棋大师 十七岁之前拿到中国最年轻的象棋特技大师 还要超越王天一为国争光 哇 这么小的年纪 他的心中 他的胸怀就由我们国家担当二字 是非常的了不起 我今天再送你一句话 我觉得是梦在前方 路在脚下 祭长怀于棋局 祝你们在方寸间的追梦路上 收获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希望你每一年都有更大的进步 我们也希望在明年的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能看到你更多精彩的挑战 盛轩这个气定神贤的样子站在那里 就很能够让我们对他产生一种喜爱之心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跟他学象棋有关 因为我觉得象棋之道就是为人之道 象棋当中我们能学到历史 能学到礼仪 礼节 也希望在未来象棋陪伴你的 漫长的人生道路上 你能够领略更多的人生的气象万千 也能够领略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的文明 那对于今天杨胜轩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们的回答是 能 谢谢老师 加油圣轩 加油圣轩